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差不多加起来最少五六百本书 都是在这个网站 中文的 那英文书呢 像Lambu他要看英文书 我再告诉你 也可以买到这个订阅本 灵修神学发展史 原文是James Houston所写的 可以在Amazon.com或者说ChristianCBD可以买得到 那另外那个Confession也有那个英文版的 那到时候我再email 或者请安琪email那个英文版的 就可以看 再找多一本书 我再给你读英文的 也是要三个资料 那我们课程的要求 除了上十个礼拜的课 或者说25小时 要阅读我们刚才所讲的指定参考书 那重点是你要写个Term Paper 那么这个Term Paper的参考题目 我已经列在上面 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些题目 做你的Research Paper 但假如你有一个另外的题目想研究的 那你跟我说一下 看看那个题目值不值的研究 那么Term Paper的Format 一些的Requirement 要Footnote 你千万不能在你的Term Paper里面 因为现在网站的资料很方便 你千万不能Copy and Paste 我一看我都知道 假如这种Copy and Paste呢 这种就是等于是完全抄袭的 那么就完全不会被接受 所以你假如Copy别人的资料 你一定要Quotation下面放Footnote 你的来源是在哪里 你不能好像是你自己写的东西 都是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 那这个不叫Research Paper You are not doing any research at all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千万千万不能用Copy and Paste 绝对不会被通过的 那还有期末考试 那考试之前 可能几个礼拜 我会把一个syllabus 要考的syllabus 会先给你们预备 好 所以关于课程的要求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假如你要买这个中文的忏悔录 你不要看电子版 你想还是有一本书 可以去画 那你可以去听到 可以买得到 那或者你电子版的忏悔录 你答应出来也可以 那零修神学发展史 这是中文的 他的原本是英文的 James Houston 那么鼓励真的好好来读这个Confession 我在备课这段时间重新再读 发现真的里面很多奥古斯丁属灵的经历 那我们再过几个礼拜 会讲到奥古斯丁 我会好好来讲这个 忏悔录 Confession里面的一些的内容 非常的宝贵 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与神的交通跟敬拜 我们要学习操练 常常回到里面 因为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前 我们不习惯这个的 我们习惯活在我们肉体 活在我们的思想 都是外在的生活 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 我们才有这个里面的灵的生命功能 但是很可惜 我们把这个熟灵生命的功能 只限制在早上灵修的时候才用 灵修完 好像就unplug 就活在我们的肉体 魂里面的功能 就开始在忙外面的事情 上班 读书 忙了一天 到晚上 要开始睡觉之前 又把我们这个熟灵的电线 熟灵的生命线 又plug进去 再充电一下 如今15分钟 祷告一下 睡觉了 又unplug 这是我们过去的操练 或者礼拜天 来到教会了 又plug进去 现在敬拜神 但是 我们这个灵生命的功能 应该跟我们肉体的功能 思想的功能 可以同时并用的 能够并用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就经历到在17世纪 Brother Lawrence 他操练到了 他能够在厨房工作的时候 不单是他的身体 他的手在洗碗 不单他的思想在注意怎么洗碗 他在灵里面 他会跟耶稣说 主耶稣我们现在一同洗碗 Praising God in washing the dishes 当他要在外面去砍财的时候 他一边走 他灵里面会问耶稣说 耶稣昨天那个地方已经没有财了 今天要去哪里砍财 他每一个时刻 他的灵仰望着耶稣 注视着耶稣 跟耶稣共化 所以他能够在 他的书里面 Practice the personal God 这本书 我不知道多少人读过这本书 有没有读过 举手一下 这本书是一定要读的 他在书里面 他能够见证说 我在厨房里面 经历到神同在那个荣耀 跟丰富 跟我跪在圣殿的圣坛前祷告 是同样荣耀跟丰富 不是说只有在圣殿里面 才能够敬拜神 亲近神 他在厨房里面 他在走路的时候 他在砍柴的时候 每一个moment 他在灵里面 都能够经历到 仰望神同在的丰富 甚至他 那个灵里的初觉 有时候强到一个地步 他会感觉到 哎呀 耶稣对不起撞到你 那种神同在的恩高 跟真实 与耶稣牵手 共走天路 的那个灵里的感觉 证实到 对不起耶稣我撞到你 那个神的恩高 真实的同在 他的树林的初觉 被activate到个地步 他们在他的灵觉里面 灵初觉里面 感觉到耶稣的同在 是那么的真实 我想这种的灵初觉 有时候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 有时候我们也有这种经历 哇 觉得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 哇 那个恩高是那么的浓厚 就是你的灵里的初觉 被提升起来 Brother Lawrence 他能够 让他内在的生活 跟他外在的生活 每时刻同时并进 然后我们可能 这个学期或者下学期 会特别来介绍 Brother Lawrence 那我预先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Brother Lawrence 他能够做到 可以不住的仰望神 倚靠神 父求神 为什么他能够做到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都做不到 什么原因 帮助他 能够不住的倚靠神 仰望神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他没有别人教导他 提醒他 也没有上个内在生活的课 但是他为什么会养成一个 Hapitual embinding Bring of Jesus 成为一个Hapit 不住的倚靠神 住在基督里面 什么的因素 What caused him to always to practice the person of God 什么原因 我们读过他的书就知道什么 背景是什么 太好了 Vicky知道这个背景 原来Brother Lawrence 曾经在一场战争里面受伤 他的脚受了伤 所以他走路是一拐一拐的 所以他想我在这个社会也没什么用 所以他都以为 我要进修道院里面 好好读经祷告就好了 这个没想到他进到修道院里面 这个修道院的孕妇 可能是圣灵给他特别的智慧 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厨房做事吗 就居然把他安排在厨房里面做厨子 走路是走不稳的人 所以他在厨房里面断盘子 一下走路不稳 盘子就摔了 所以他是被逼 主啊帮助我 稳住我的脚 稳住我的手 所以他在厨房里面 一要做事 他就拼命在祷告 不是他的天人人可以胜任的 他需要不足地祷告 不足地仰望神 主要说我现在洗碗了 求你帮助我怎么洗碗 不要摔破这个碗 我们做弟兄的 在家里面 他那洗碗 就摔破了 你要祷告 不要摔破碗 所以Brother Lawrence 被逼的 因为他肉体的软弱 他需要不足地祷告 不足地仰望耶稣 求耶稣来托住他 求耶稣残扶他 求耶稣稳住他 他需要不断地祷告 这样的一个的仰望 这样的一个祷告 因祸得福 所以杨牧师因祸得福 你们不用怕 你的房子会增持20万 哈利路亚 新盖的房子 我们要为杨牧师继续祷告 上上礼拜他的房子 在一场佛寨里面被烧了 但是我跟他说 因祸得福 保险公司又给你改个姓的 Amen 哈利路亚 所以Brother Lawrence 因祸得福 因为他的瘸腿 半瘸腿 反而让他需要不断地依靠神 阳望神 所以弟兄姊妹 巴布的神 看你的眼睛 让你看到 灵力贫穷的 Poor in spirit 天国是你们的 当你看到 你是那么的灵力贫穷 灵力的软弱 我们每一个都是熟灵的 瘸腿的 You are a spiritual handicapped 应该你在车 温袖上面挂一个 spiritual handicapped的招牌 常常提醒自己 你是个spiritual handicapped 你离了主 你就会跌倒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真的是 在灵里面 是一个熟灵的 一个瘸腿的人 我们不倚靠神 不仰望神 任何时候不仰望他 倚靠他 你就会怎么 你就会跌倒 当你有这个看见的时候 真的好像 耶稣对老底下的教会说 要知道你是 瞎眼的 贫穷的 然后我们认识 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 我们离了主 就什么 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就会跌倒 唯有当你真的看到 你是一个熟灵瘸腿的人 你需要不住的 仰望耶稣 那你就 会进入这种 不断地累在生活的超年 作为经历保禄所说的 不住的祷告 越以为自己 很有恩赐 很有能力 他就觉得 我就 靠我的方法 靠这套 熟灵的formula 以为就可以了 但是 唯有真的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 我们是那个葡萄树的质质 葡萄树的质质是什么 很脆弱的 不堪一己的 唯有我们不断地 黏在主里面 领受神的丰富能力 智慧 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 靠恩 站立得住 所以求神 要我们 能够经历 Brother Lawrence的经历 不是我们刚强 来是我们看到 我们非常非常的软弱 你灵里面 什么时候不注视耶稣 不活在里面 外面的一句话 马上你就生气了 外面一个试探 马上你就跌倒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操练 刚才所讲的 也是我自己常常勉励自己的 Let 我们一同来读 Let there be no time that my spirit is not in communion with God Let my outer activity and my inner activity always be in conjunction together Amen No.4 我们再看 这个D 我们翻到 约翰福音15章 这是一个内在生活 一个最重要的教导 约翰福音15章 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 好 一同来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资子 他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资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资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资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资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死起来 人在佛里哨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他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付出因此的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你读这段经文 看到这什么 看到这什么重点 耶稣一个主要的教训是什么 主要教训是什么 常住在 常住在主的里面 假如你好好来 前后来数算 你发现耶稣正面的 反面的六次 提到要常住在他的里面 假如不住在他里面 你就这样资子 丢在外面枯干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耶稣在短短的 这八节圣经里面 多次的强调 要住在他的里面 那我们和尔本圣经 当然也翻得不是很 确实 他是翻得什么 在 那其实这个字原文 Manon 这个字 它原来的意思 有很多方面的 丰富的意思的 那可以翻在 翻成 unbind 也可以翻成 drought live 也可以翻成 remain endure continue avate 等候 哇 这个mano 这个字 来表达 我们跟主的关系 但最宝贵的 就是前面这几个字 abiding in Christ drowding in Christ living in Christ 你生命 生活的每一个moment live as long as you live living in Christ 不是单单只是 住在这个外面的世界 享受这个外面的世界 跟这个外面的世界 人事连结 更重要是什么 living droughting abiding in Christ 那我现在要问了 究竟耶稣用这个字 abiding in Christ 他要表达的比喻 是什么 假如我们 住在一个房子 我们就什么 享受这个房子 一切都丰富 特别想想看 你住在中东 假如 中东的气候是什么 白天是什么 热的要命的 晚上呢 可以温差50度的 可以滑溼 冷的不得了的 而且是常常是什么 旷野沙漠地 什么 哇 风沙的 所以你想想看 当一个人能够 回到他的房子 住在他的房子里面 哇 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享受 极大的保护 可以享受这个房子的 这个硬币 硬凉 那假如 我们现代住在湾区 就更不得了了 你回到你的房子 特别上礼拜 九十几度 一百度 你回到你的房子 什么 开个冷气 哇 好凉快 再打开你的冰箱 什么 喝杯什么 冰水 更好 提神一下 然后可能你再打开你的 那个电视 high definition 哇 可以enjoy 这个movie 再打开你的stereo 哇 有很美的音乐 然后再到你的厨房 吃一道很好吃的菜 累了 躺在你的 最好的memory form 睡得好舒服 这表达什么 当你住在一个房子 表达什么 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 享受 这个房子一切的丰富 Amen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 abiding in him abiding in him 这个房子是谁啊 摩西在诗篇说 神啊 你永远是我们的居所 神成为我们的居所 耶稣成为这个房子 abiding in him 不是我们肉体 abiding in him 我们肉体是住在一个房子 但耶稣是用这个比喻 让我们明白 我们的肉体 如何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享受这个房子的丰富 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在灵里面 住在他的里面 享受他同在一切的丰富 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怎么说 我们要什么 以神为乐 但你发现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这种的境界 我们是以神的祝福为乐 以这些世界的东西为乐 但是我们很少在灵里面 能够住在主的里面 在灵里面 经历他的同在的荣耀 丰富 喜乐 能力 智慧 恩高 这里发现 耶稣就用这个很清楚的图画 这个葡萄树的枝子 能够活出丰富 能够多结果子 我们这里附近 斯尔托格那边就有葡萄园了 假如你们没有看到 这个葡萄 不需要跑到拉帕那么远 去斯尔托格 这有葡萄园 你看 哇 一串的葡萄什么 好丰富 结好多果子 从来没有一种植物 像葡萄树 能够那么脆弱的一个枝子 能够一节节 这样的葡萄 那个上面的丰富 那个的结果 耶稣要我们看到 因着这个枝子 连在这个真葡萄树上 他就是这个真葡萄树 唯有我们能够不住的与主 在灵里面的连结 能够让他的丰富 来浇灌我们 让我们享受他同在的丰富 我们的灵修不是单单只是 informational 好像我们灵修都是要读经 能够认识神 知道神 特别reform church 很注重这个intellectual的 understanding It's not in love 我们的灵修其实 进到我们上面的类似 与他一同的作息 享受我们的主在灵里面 灵里的团气 所以我们要读一段 很重要的经文 在过年多前书第一章 你就知道我们得救 最重要追求的一个目的 过年多前书第一章 好 我们一同来看第九节 好 我们一同来读 好 神是信使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遭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看到神恩赞我们 拯救我们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不只单单 只是为了罪得赦免 这样来可以上天堂 享受天堂的福乐 而且是回教徒 都很注意天堂的福乐 你要做一个寻道者 那你就可以 灵魂马上就上天堂了 神拯救我们 重点是什么 看到吗 在第九节的后面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 什么 得分 What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Fellowship 的确原文是 Coinonia 神拯救我们 要我们可以享受 与他亲密的灵交团契 跟同在 那这个的团契 是在哪里的 在灵里面 我们肉体 没有办法享受到的 我们的肉体 只是享受这个物质的世界 我们真正能够以神为乐 享受神 像大卫所经历的 在他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是在灵里面 我们在灵里面 真的是 藏着脸 对看见神的勇光 我们在灵里面 真的摸到神 经历到神 他 他教官我们 他充满我们 他向我们说话 他向我们诗人 是在哪里的 在灵里面 所以 主耶稣用这个 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 然后讲到 Abiding in Him 我们的主 就像一个Mansion 那么的丰富 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 所以 第一个意思 是表达 我们在灵里面 真的是要经历到 他同在的丰富 能够享受 他的同在 Enjoy the present of God 能够享受他 真的经历到 以神为乐 在他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那这个才是我们灵性的 一个的重要的经历 你发现 大部分基督徒 没有这个经历的 很少很少 真的在灵里面 经历到他 同在的真实喜乐 丰富满足 所以我们只是追求 他的恩赐 追求外面的祝福 以外面的东西为喜乐 但是假如 我们要进入内在生活 我们一定要经历到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 一再所强调的 Abiding in Him 是什么意思 是真正的 住在他的里面 以神为乐 享受到他的同在 如同我们享受 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这是Abiding in Him 第一个重要的意思 第二个 这段经文 耶稣用这个 葡萄树跟枝子 要表达的 第二个真理是什么 我们要注意 为什么耶稣 用这个枝子跟葡萄树 来说明我们 跟他的关系 从这个枝子跟葡萄树 看到第二个重要的真理 是什么 生命的交流 好 还有呢 结果子 是一个 outcome 对不对 很自然的结果子 你不需要想说 哎呀 我要 多结果子 要怎么 怎么做什么工作 其实是自然的 生命的流露 耶稣用这个枝子跟葡萄树 要表达的真理 第一个真理是知道 这个枝子需要什么 做好像一个树 这些枝子 是一个什么 24 7 不住的连接的关系 你不能说 把这个枝子 拿出来 然后 过了一段时间 又借回去 那今天我们 基督徒的 灵性生活 我们与神的关系 常常是 in and out 我们很喜欢去 in and out 对不对 但是 我们的灵性生活 in and out就糟糕了 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的 在灵里面 跟神的关系是 plug in and plug out in and out 我们早上灵修 我们 就有这个 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 能够 领受神话语的浇灌 爱的浇灌 领你的浇通 但是灵修完了 我们就unplug 我们就没有了 但是耶稣用这个 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 要让我们看到 我们 应该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住的连接 你的外在生活 跟你内在的生活 应该可以什么 always together 甚至你可以躺在床上 睡觉的时候 你灵里面也是仰望着神的 当你躺下去的时候 你是感觉到 你躺在耶稣爱的怀抱里面 跟神更亲密 当你走路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i walk in the spirit 很多神的话 你都会应用在自然界里面 成为你灵里的提醒 当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常常觉得 i walk in the spirit 当你感觉到 这个风吹来的时候 你可以在灵里面看到 是灵风吹起 我在灵里面 翱翔在神的灵风里面 当你看到光的时候 你就想到 神就是光 当你看到太阳的时候 你就想到 耶稣是公义的太阳 一草一雾 就随时提醒着你 回到灵里面 每一样的东西 我们说 圣经要灵异解经 就约 每一个经文 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 看到神的爱 但是更重要的这个原则 要用在你的自然界 每一样东西 都可以灵异应用 看到神的同在 当你一躺卧坐在那边 你就想到 我躺卧在溪水边 可以安息在溪水边 躺卧在神的青草地上 每一样的东西 都成为一个 属灵的光照跟提醒 让你的灵 不住地活在 神的恩典跟国度里面 当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马上就想了什么 与耶稣基督 一同地作息 所以我很喜欢 有一个牧师 他的祷告 每一次 我跟他一起 谢帮祷告 他已经说 主耶稣 我欢迎你 与我们一同地来作息 一同地用饭 是最安全的 你每一个动作 都会想到神 当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到 约翰飞第六章 你吃喝基督 你在灵里面 不但是在吃这个食物 你在灵里面 可以吃喝基督 每一个的肉体的活动 你在灵里面 都可以进入灵里的真理 去经历神 那理众可以经历到 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 每一个时刻 24-7 每一个时刻 你的灵里 都是与主连接的 都是活在基督里面 都是行在圣灵里面 所以 回到约翰飞第五章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 耶稣正面反面地提到 要常住在祂的里面 用这个住这个字 耶稣表达 是一个享受 Enjoy God Himself 不住地享受 祂同在的丰富 要耶稣用枝子跟葡萄树的比喻 是要表达 不断地 一个的灵里的连接 不断地在灵里面 注视我们的主 仰望祂 注视祂的面庞 和睦祂的统在 所以 我给你们一个 补充的资料 刚刚早上另外印出来的 我们只读这个右手边 这个 等候审 原来是这个 罗宾森师母 Mrs.Robinson 她 所写的一个资料 然后是容教士 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个中文是容教士 亲自翻译的 虽然文笔不是那么通畅 但是已经把重要的意思 表达得非常的清楚 那 我有那个英文版 我可以email给Nameo 英文版 他原来是用英文的 OK 我们一同来读这段 等候审 好 一同来 读找到吗 我们一同来读 任何时候 只要你能够播出几分钟的时间来 单单地等候耶稣 不必一定要祈祷 只是等候 注视祂的面庞 和睦祂的同在 最初的时候 也许师父你领受的不多 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 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地要它 它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 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 灵格悄悄地溜开 哪怕是一两分钟 同他在一起 生活聊天 看书 休息 或吃东西 当你感到疲倦 急躁 情绪 紧张时 几分钟地与他相处 在他同在的临近中 会梳洗你 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 反而我们多多注视耶稣 而少注视我们自己 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失恋 我们的失败 生活状况 世界 肉体 魔鬼 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反映他的形象 并使我们的冷哭 不解 脾气 自私 会消失 而带着以亲切 纯洁 温柔 仁爱 变得荣上 加荣 我们众人这样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Amen 所以当你读这段经文 有没有看到一些重点 得到一些开启 关于内在生活 关于刚才我们所分享的 有没有一些的相同点 关联点 有没有看到一些重点 神会光照在你里面启示 但是我们人要做些什么 这个题目叫 Waiting upon God 等候神 其实这个等候是灵你的等候 这个等候其实是 一种灵你的仰望的态度 Waiting upon God 不是说好像我们的主没有来 我们要等他来 他原来这个意义是 Apon 就好像是一个仆人跟侍女 一个waiter 一个waitress 在这个客人的旁边 等候在旁边 来注视他的一个的表达 好像这个客人一举手 这个主人一举手 他就马上就来了 主人要说话了 所以不是说我们的主很远没有来 他坐在你旁边 但是你整个的灵你的眼睛 他里面提了两句很重要的话 注视他的面旁 可慕他的同在 你就好像一个仆人跟侍女 在注视着 仰望着主人的手 祖母的手 仰望着主要向你说话 要在你灵里面向你显现 彰显他的荣光 让你在灵里面 经历到他同在的真实跟丰富 waiting upon him by gazing upon his face gazing upon 他原来的英文用很好的一个字 gazing upon 然后他就引用的过你后书 这个gazing upon是用什么 看到吗 敞着脸 得以什么 看见他的荣光 所以这个gazing upon是用你灵你的眼睛 注视他的面旁 可慕他的同在 然后他前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单单的等候耶稣 不必一定要祈祷 为什么他加几句话 不一定要祈祷 不祈祷 不要误会 不是说不要祈祷 不一定要祈祷 他把那个方向移到哪里去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 他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 我们常常一般的祈祷是什么 intellectually to touch God 我们祈祷就是 祷告一生 思想的内容 要什么 要得到什么 但是你发现他说 不一定祈祷 其实是要把我们 从哪里转到哪里 从我们的魂的思想 因为我们祷告是用我们的魂的思想 看到吗 他要把我们的理性 魂的思想放下来 不一定祈祷 回到我们灵里的眼睛 来注视他 可能你发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心里默默无声 要操练 用你的灵的眼睛 跟耳朵 来聆听他 来注视他 直到你等候 等候 诚信在你显现 才是好的 这种的显现 你会知道的 能够令你的荣耀 荣光 满足 能力 教官 你知道的 不是你在那边 讲一堆祷告的内容 不同的 所以 其实荣教是 罗宾森师母这个教导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要进入你上面的内饰 用你的灵 用你的灵 用你灵你的眼睛 来注视他 用你灵你的耳朵 去聆听他 甚至用你灵你的鼻子 去修到他同在的心象 当你灵里面摸到他 经历到他的爱的浇灌 那个爱的真实 你就会很自然 回到你的魂 的功能 用你的嘴巴 用你的思想 来送他 所以你就发现 你的祷告是什么 从经历 在灵里面的经历 跟看见 摸到 而回到你的什么 思想里面 但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跟神的灵教 是停在什么 思想里面 是用我们的思想 在敬拜神 看到吗 不是用我们的灵 来敬拜神 我们需要 回到我们的灵里面 用我们的灵 来注视他 来仰望他 在最阶段的教导 等候神 还看到什么 这里明白 为什么 罗宾森师母提到 扑批 一定要祈祷 这句话的重点 它是要你放下 你的思想 放下你一切的悟性 放下你一切魂的功能 进到你灵里面 用你的灵 来摸到神 来摸到神 看见神 Meditate and contemplating on God 是基于一种的 所谓的 contemplate prayer 有人翻着这种叫 默想神 但是也不是翻得很好 因为默想神又变得 回到哪里 思想里面去了 所以 有一个很好的翻译 slip out of my mind 他们把这个 contemplate prayer 翻着说 静观 对 静观式的祷告 It's a good translation 这个contemplative prayer 是一种contemplation 对神的静观 发得很好 静观式的祷告 contemplative prayer 从这个静观里头 看到什么 完全放下我们 人的声音 人的思想 默默无声 转等候神 仰望他 然后这个观是什么 用我们灵里的眼睛 什么 看见神 静观式的祷告 今天基督教 We lost this art of contemplative prayer 我们是完全失去了 这个静观式祷告的 这种的操练跟艺术 我们一般的祷告 是什么 都是话语理性 都是悟性的祷告 跟神讲一大堆东西 好像神不知道一样 No 今天假如你去交友 跟女孩子交朋友 或者是交男朋友 假如你今天讲一大堆 我想这个女生一定吓跑了 今天讲话 不停 不懂得用心 来那边注视对方 欣赏对方 享受对方 现在就讲话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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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家里开个电视 录音器就好了 我没有跟你交朋友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跟神的交往 就是talk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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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information 就是读经 就是知道很多 有关神的知识 然后就做个法律塞人 做个教师去教导别人 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 好像只是for information for blessing 就是要得到更多有关神的资讯 我们可以去教导别人 去训别人 要得到神更多的blessing 我们是指的 prosperity gospel 特别很多灵恩的教会 对不起 都是追求 一致释放 得一致 得好处 得帮助 得释放 这些都没有错 但是 should be more more much more than that 不过是单单 只是追求 得医治 得尽力 得恩赐 得祝福 我们真的是要得 生命 得到更丰盛 这个生命 是那个属灵的生命 满有基督 长成的圣量 满有基督的属性 能够佩戴基督 活出基督 要我们这个属灵 生命的属灵五官 要被develop activate 我们的天线 地线 都要开通 能够随时能够 敏锐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声音 神的说话 神的引导 神的光照 能够在灵里面 真的能够 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 能够真的经历 耶稣基督 在我里面的彰显 能够耶稣如同 明亮的诚心 在我们里面显现 能够以神为乐 这样才是一个 荣耀的基督的 熟天的生活 那 现在很可惜 我们现在 完全不教导这个 但是 你发现在 十七世纪的清教徒 他们 一群的传道人 发了好几年的时间 住在 Westminster Chapel 他们一起灵修 他们要 把 过去 这一千多年 这叫做信仰的 精华 精髓 透过文字 一条一条的 清楚地表达出来 写了一个 叫做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有些人抓不到重点 所以他们就 以这个重要的内容 然后再发展了 一个教理问答 来帮助信徒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你就清楚 你信仰的内容 跟你的追求 然后就在 这个教理问答的 第一条 你记得吗 他就问到什么 基督徒人生的 goal 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a Christian 因为基督徒 你生命最主要的目的 是追求是什么 他没有讲说 追求永生 因为你已得到了 有没有说 追求世界的福乐 恩赐 他讲一句 很简单的话 before that 对啊 享受神 enjoy God and glorify God 享受神 这个是mystical 密切派的高手 才能讲出这句话的 不是享受神的祝福 也不是享受神的恩赐 是享受神 He himself 多少基督徒 能够讲出这句话 Every day I enjoy the presence of God His love His presence His guidance His wonderful God a presence 很少基督徒 能够讲出 我今天 我享受神 很少人能够讲出 保罗同样在 罗马书五章十一节 所说的 以神为乐 这个就是享受神 很少基督 能够讲出 耶稣所教导的 你要住在他的里面 享受他的同在 如同享受一个mansion 一样 很少 但这群的 清教徒的牧者 写出 我们基督一生要追求的 enjoy God 当你真正的享受到神 经历神 被他更新 被他吸引 被他改变 你就不会追求这些世界 你就会 不会以世界为乐 也不会以犯罪情欲为乐 你会以 以神为乐 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什么 自然的什么 Glorify God 拥有神 但当我们真正的 享受神 荣耀神 神也会怎么 把一切俗地的福气 按照生命纪二十八章 浇灌在我们当中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凡你所做的 进度顺利 居上不居下 坐手不作为 但是你千万不要反过来 好像拼命就是要追求 这些物质的祝福 好像我的祷告 我的师奉 我的敬拜 都是为了要得祝福 反而没有得到真正的祝福 真正的祝福是让我们 先追求什么 享受神 跟荣耀神 然后这些祝福会什么 跟随着给你的 你不要求 都会给你 一切的 生命的祝福 健康的祝福 物质的祝福 神都会 按照圣明纪二十八章 教官给你 And dry God And glorify God 所以你发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 这个等候神的分享里面 你发现 有没有读到那个享受神的味道 有没有读到 他怎么去描写这个享受神 用什么比喻 有没有看到 你们会什么 如同什么 爱的一般 你跟你的女朋友 你的未分妻 你的爱人 你的太太在一起 或你的丈夫在一起 享不享受啊 不享受就麻烦了 结婚只是多了一步洗衣剂 那都不必要了 多了一个会煮饭的 也不必要了 是要爱人 lover 你跟神是否像lover一般 And joy being together 真的是在灵里面 真的是被主的爱所激励 被他同在的那种喜乐 所transform改变 这个短短的文章 他把很多内在生活的重点放进去 不一定要祈祷 单单地等候 注视他的面袍 渴慕他的同在 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 宁愿悄悄地留开 哪怕是一两分钟 我以前是把整个背起来了 最近没有背就忘了一些 把他背起来 我告诉你 其中一两句话就抓到你的 就把你带进内在生活了 藏着脸 可以看见神的荣光 如同静止烦躁 荣上下荣 变成主的形状 把这段背起来 里面有好多内在生活真理的亮光 而且有一句很有意思的 开始的时候你仿佛领受不多 我告诉你 刚刚开始操练内在生活的弟兄姊妹 都会经过这个的关口 好像等不到什么 有个姐妹更有意思 她去洗暗堂好几年 操练等候生 她说 王牧师我在那边几年 好像等不到什么 很多睡草 对 就是 罗宾森师母已经知道 开始的时候好像领受的不多 没有这种荣光大喜乐 但是 你需要一个熟灵的mentor 带领你 怎么继续的等候 如何的追求 很多时候是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目的 不对 会有些罪的拦阻 就像我刚才说 神寻找一个true worshiper 要worship什么 in true 你有没有在圣洁的正里 在神的光中得以见神 你有没有真的 在圣洁的壮事来朝见神 所以 我认识这个姐妹 我心里知道 为什么她等了那么久 都等不到 因为她有很多 我知道她的一些问题 有些罪没有被对付 所以 的确刚开始会有一个 好像dryness 好像没有等到是什么 但是 慢慢被圣灵的光照 有一个spiritual mentor 去跟你谈 这个第二个是我们 今天基督教所丢掉的 We don't have spiritual mentor 你想想你信主之后 都是武打武装 乱爬乱撞 进到今天 进到丰收神学院 真的 我们没有一个 属灵的mentor 牧师也不是你的mentor 牧师都是盲事工 你找他谈话都难 但是我告诉你 我盼望从这个课程之后 我每一位都能够 成为一个spiritual mentor 去带领你的羊群 从inner three 你看耶稣从inner three开始带 inner three是谁啊 彼得马 这个 彼得亚格 彼得亚海 inner three 这叫inner twelve 你一定 求神给你一个 你的弟兄姊妹 或许是你的学弟 玄美 你去带领他 带领他 进入这个 熟灵生命的丰富 这个内在生活的操练 一同在那边等候神 我告诉你 读阿古斯林的《忏悔录》 哇 他的母亲 是阿古斯林的mentor 你在《忏悔录》里面 描写他妈妈快要离世之前 他们一起在那边等候神 你看看他们那段的描写 他们在等候神的时候 被圣灵提升他们整个灵 Rapture 整个灵魂离开他的身体 看到神的荣光 听到神美妙的声音 而且讲出方言 很多人反对方言 像他读一读阿古斯林的经历 当时他讲出一种方言 不是地上的话语 他被圣灵大大浇灌 这种的astasy里面 不但整个灵被提 好像进到天堂里面 他发现他 他讲出一种 他听不懂的方言 所以很多这些丰富的 这个树林经历 我们都可以从过去的 这些神的仆人的经历里面 可以看见 所以阿古斯丁 树林的mentor 不单是这个 安波罗秀 给他受洗的 他的母亲 而且他的母亲 用了多久的时间 为他祷告 三十多年 为他这个孩子 祷告 真的是 不但是肉体的母亲 也是他 树林的母亲 我们每一个 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 灵命突破 能够长进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 树林的母亲 树林的父亲 一个树林的mentor 所以现在在美国的 基督教里面 开始慢慢 兴起一个movement 叫spiritual mentorship 甚至他们要去到 这个所谓的 spiritual mentorship 的organization 去发钱 请他 不是做counselor 是做mentor 每个礼拜 跟你有个appointment 就好像去看医生 这样的 但是这个spiritual mentor 是一个 灵性上非常丰富 很有爱心的 每个礼拜 一个小时 都跟你聊 跟你一起祷告 但是到最后 要付150块美金 很贵的 但是因为今天 我们教会软弱 我们教会的牧者 弟兄姊妹 长老执事 没有做这个事 我们都是在忙事工 所以羊群 没有得到mentorship 他们要到外面去找 发150块美金 但也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 然后 有些更可怜的是 有任何的难题 要发200块美金 去找个counselor Christian counselor 其实本来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 应该有这样的执事的 其实 以赴索书里面所讲的五重执事 有使徒 先知 牧师 传福音跟教师 这个牧师 圆文的意思 就是做牧养 安慰 劝导的工作 牧师其实最重要的 first job 是做counseling 我告诉你 做劝慰 劝勉 辅导 医治的工作 心理的医治 但是现在 我们牧师就以为 就是想到 所以为什么 整个的教会 羊群 得不到 全面的照顾 很多的姊妹 只有到世界里面去找 有问题 就找 counseling 找psychiatry 然后找 spiritual mentor 所以真的是 神的电放凉 巴不得我们 尽力了 我们将来 也能够 做一个spiritual mentor 我们将来 牧养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就盯紧两三个领袖 可造之才 你就每个礼拜 跟他mentorship 带他进入 历史的生活 然后 让他面对 他生命的一些 一些罪 一些的不好的习惯 让他脱去救人 穿上信任 不是单单只是 成人主义学 在这种大班里面 没有办法 真正的可以牧养到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用 耶稣的模式 one to one discipleship mentorship 巴不得上来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不是单单只有聚会 需要这种 个人的带领 你发现天主教 有很多不好的 或许 不是完全照圣经的做法 但是他们有一个东西 做得很好的 就是什么 告解 你看到了吗 告解是什么 one to one 看到吗 我们今天 弟兄姊妹要找到牧师的难 讲五分钟话都难 但是天主教的这些教母神迹人员 他可以发一小时的时间 听你告解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个是什么 spiritual mentorship 当然我们不承认 他们背后的神学 好像罪得赦免 要找一个神父告解 才罪得赦免 我们不承认这种神学 我们可以坦而无惧 来到私人作前 得连续蒙恩惠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心理上心口里承认 做得救 做得赦免 但是你发现 他这个的摩斯很好 假如今天在基督教里面 我们有这种的摩斯 就很好了 弟兄姊妹有软弱的 不需要牧师今天去问 你好不好啊 你来交通一下 他都躲你 牧师没什么问题 我都很好 我们今天要找羊群 来面对他们的问题跟软弱 很难 然后他就换教会了 我告诉你 不是来找我麻烦 但是天主教是这个羊群 主动送上门 主动来找你 神父啊 我这个礼拜犯了什么罪 什么什么什么 他愿意面对 能够找他们的牧者来面对 然后有one to one的relationship 这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所缺乏的 我们今天没有这种 one to one的discipleship 跟mentorship 但我们不要用他们这种的神学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当年耶稣什么 带领门徒的方式 彼得一错 马上耶稣就责贝多 他 善良退到我后面去 前面一句 彼得还讲得很棒的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后一句 他说千万不可 不要上十字架 耶稣马上就直接教导他 one to one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进步 才能够进入 生命才能传承 我们今天常常讲生命传承 假如没有one to one 怎么传承 怎么传承 不是一次大聚会 特会 在聚会里面就会生命传承 我们真的需要跟他一起的交通 one to one 所以现在很多人去一阵机构 去像Elysia House 去Sing in Water 去那边住一个月 一个礼拜 他给你一个mentor 我的老大去年去了 因为他是学counseling的 学生说你要去counsel别人 你先要学被counsel 你需要先被医治 对付认识自己 所以他去那边住了一个月 去加拿大 Sing in Water 中文放在什么 Sing in Water 宋泉 他在那边第一天去了 就被assign一个mentor 这个月我都是跟着你的了 每天跟你一起祷告交通 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跟我讲 你的过去 你的伤痛 你的难处 你的问题 你的灵命不能突破 什么都讲 这个mentor就待他一个月 哇 回来之后 整个灵命更新 整个的生命突破 但是为什么要飞到加拿大 找一个机构才能做呢 我们今天教会在哪里呢 为什么教会不能做呢 因为教会没有这个看见 我们只有施工 聚会 讲道 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认罪 独行祷告 就好了 这个太肤浅了 所以为什么别人说 我们福音派教会太肤浅了 都是独行祷告 传福音 个性有问题 夫妻相处有问题 孩子相处有困难 跟同事相处有困难 有很多原生家庭的捆绑伤害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我们需要有一个 俗灵的mentor spiritual counselor 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 counselor 他就是那个comforter 圣灵要借助我们成为这个comforter 这个 counselor 这个牧师 这个sharp 这个牧人 来牧养 我们的羊群 来做医治安慰 释放的工作 但是我们完全不懂 所以爸爸 我们真的希望 透过这个内在生活的课程 我们经历到内在生活的荣耀 我们可以传承出去 你就找一个弟兄姐妹 好不好 我们一个礼拜一起